其實已經被封鎖了 雪兒星座討厭你的舉動 有些超明顯 有些要通靈才能看明白 沒問題 今天我就來帶你看個清楚 天蠍座如果要討厭 那就是真的討厭了 天蠍會有意識去隔離 到哪裡都會特別注意 那些人會不會出現 畢竟這很容易影響他的心情 所以如果你請客要請天蠍 天蠍很可能就會問你還有誰出席 或者是我就是這麼討厭 請不要介意來我列個黑名單 不要跑要排在我旁邊 加上天蠍其實有時候記性也不太好 那可能他為了很怕自己忘掉了 這個壞人幹了什麼壞事 所以搞不好有一本小本本喔 把事情寫得盡量清楚 因為不寫他會忘記 誰的星座毛病大不同 我們就來看看他們發病的樣子 大多數人都被天蠍陰沉的外表給騙了 其實他們是很感性的星座 情感是他們的死穴 大家都覺得天蠍很有種很敢講 但他們不想讓別人發現的是 其實他罵得最兇 但他也最怕別人討厭他 所以你不要看一個天蠍好像張牙無爪 很可怕的樣子 其實他內心非常的脆弱 超容易受傷 在發怒的當下雖然一直叫你滾 但心裡想的是 如果你真的滾了他怎麼辦 今天來點負能量 12星座誰最負黑 表面上跟你很好 背後卻可能會弄你 到底12星座為什麼要負黑 那個負黑的moment又在想什麼呢 好啦天蠍座的關鍵字裡面 就有跟犯罪啦 跟黑暗啦 跟復仇啦 等等有關的負面字眼 通通都讓我們想到負黑 所以天蠍座也背負了這樣的罵名 我們的確會對人性的黑暗面 非常的感興趣 如果天蠍覺得自己被傷害了 那這個弄他的人 他就會非常的有興趣研究 那這個研究呢 也會變成他一生的課題 比如說他會躲在暗處不斷地觀察你 他也會不斷地學習 要怎麼樣去對付你 那麼在這過程中 他也許不會真的去對付你 但是你已經感受到了 他想對付你 對付你 想對付你 你就會覺得這個天蠍座 給人的壓力非常的大 所以很多人對天蠍的腹黑 多半是出於一種想像 或者是一種很自然而然的壓迫感 所以天蠍座的同學 請你們學習我一定要陽光一點 特意的陽光一點 會讓人減輕對我們的不當的想像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繼續地腹黑下去 平常互稱好姐妹的好閨蜜 有沒有可能 亦有異性的關係 就人間消失呢 連影子都找不到 這樣的星座女 你上榜了沒 天蠍女 只要一談戀愛 花耳朵就會轉變 以前單身時 看到朋友來電會很開心 覺得自己被朋友重視 但交男朋友以後 朋友的來電就會覺得很不耐煩 覺得朋友 簡直是來干擾自己跟男朋友相處的時間 所以咯 朋友除非是婚喪喜慶重大事件再來找她 如果只是吃飯聊天就不要來了吧 天蠍女的朋友就會覺得你滿沒有良心的 嗯哼 是有那麼一點 沒關係 你等天蠍女失戀的時候 她就會來煩你了 治療失戀時間是最好的解藥 但有些星座吃的卻是特效藥 才剛分手很快就跟沒事一樣 好像不會傷心太久 到底用什麼方法辦到的呢 還是他們很沒有良心呢 沒看過哪個星座這麼適合分手的 那不是啦 是這麼會分手後重生的星座 那就是天蠍啦 因為天蠍有一種很容易情路坎坷的感覺 所以如果一段關係走到了分手 天蠍被劈腿被背叛的機率其實蠻大的喔 因為跟你們交往你把對方顧得太好 然後使對方某種劣根性很自然地滋生出來 這就是你的罩門 可是在天蠍的字典裡 背叛就是死刑啊 你跟他都死過一遍 所以當走到了盡頭 就算對方不提天蠍也會提 分手後的天蠍再怎麼崩潰難受也會告訴自己 不能夠再為了一個渣男渣女害自己這一生被拖垮 所以囉為了逼自己用最短的時間走出了爛透了的戀情 天蠍會把聯繫對方的方式都刪掉 以及把以前用來照顧對方的那些時間啦 力氣啦都用來照顧自己 開玩笑很多天蠍都是很有能力的 一旦投入屬於自己的事業 反而事業有成而且越做越大 天蠍會幻想當我這麼好 前任回頭想想會不會覺得很後悔呢 光這樣想就很療癒天蠍了 不過天蠍會回頭嗎 天蠍可是從來沒有忘記你的背叛喔 有些星座其實越單身越優秀喔 在你們為了談戀愛費勁苦心的同時 這些星座很可能早就成為你 旺塵莫及的事業成功者 我們來看看有哪些吧 天蠍座跟獅子有一個部分是一樣的 它是很願意扶持另外一半往上爬 另外一半越有成就它就越欣慰 覺得這就是自己的貢獻 所以它總是把力氣用在另一半身上 但這會讓天蠍疏於照顧自己 所以囉當天蠍恢復單身 那一切就不一樣了 我認識一位天蠍離婚後 他反而變得更愛自己了 對自己更好 也更發奮圖強 從原本的上班族考上公務員 最後甚至於還投資發了打財 而且當天蠍後來成功了 爬上了一個位子 再回頭看 原本它付出很多很多的那個對象 因為沒有了它 而變得不怎麼樣的時候 那感覺其實是爽字而已 長過婚姻又恢復單身的天蠍 往往會變得更優秀 因為它會把扶持對方的那股力量 用回來扶持自己 自然步步高升啦 我沒有鼓勵你了 日房夜房小三男房 作為女人 我們都有當正公被小三介入的經驗 有嗎 沒有的話就是年紀還小沒有關係 以後就會有喔 超看不出來 你以為天蠍座戰鬥力超強對不對 你錯了 那是因為你 我還要你 天蠍座 我覺得遇到這種情況 有兩種情況 一種就是很快的我決定不要了 因為這人壞掉了啊 我覺得你很棒的時候 我全心全意扶持你沒有問題 但你壞掉了 喔好爛喔 所以拱手讓人 當然會痛苦 非常非常痛苦 可是心裡會用一種 你是爛人 給那個爛人剛剛好 用這個來安慰自己 可能要這樣子安慰很多年 而且有時候 一個天蠍如果很快的願意退出 也是因為他早就覺得 苗頭不對了 就是他已經到了邊緣 然後你還給他一個好理由 因為他本來不好意思拋棄你 結果你這麼渣 終於可以拋棄你了 好爽 所以一邊掉眼淚一邊覺得很爽 這就是天蠍變態的心理 各位請注意 老公跟男朋友是兩種不一樣的生物喔 所以我們這裡談的是好老公 好的老公讓你上天堂 不好的老公讓你住病房 來看看你到底有沒有加到神隊友 還是豬隊友呢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雖然他們單身的時候可能很渣 可是沒有關係 他們結婚以後是真的很緊急 畢竟你是他千選萬選萬里挑一的那一個 他當然要對你負責囉 因為他的難搞都在前面搞完了 所以婚後的天蠍座 分分鐘把老婆的話當聖職 畢竟嘛 兩個人的世界不是你就是我 那如果我還跟你做對 那也是很累的一件事喔 所以天蠍座其實樂得當一個懶人 這樣的天蠍也不會在乎別人說他是七管炎 他反而覺得有老婆管他挺好的 如果你有需要他照顧的地方 他也會幫你打理得好好的喔 只要你願意信賴他 他是非常願意付出的 再來就是床上功夫啦 作為天蠍座 他們的信義也是人人誇 好不好 不知道他們有多好的不妨去試試看一下 不妨去試用一下 在天蠍座的婚姻關係裡 他也是非常講究信任感的 一旦一個天蠍座信任了你 他其實是不會處處管你的 反而會給你很大的空間 那將心比心 如果你們的關係沒問題 天蠍也會克制自己的動搖 他不會隨意的動搖 因為說真的偷吃的代價很大 天蠍座不是不知道他會努力克制 老師水瓶座是不是很常把門摔壞 水瓶應該不是把門摔壞 是把門拆了 天蠍最擅長的就是崩潰啦 如果是對外人 那麼他的崩潰是看得出來的 因為他覺得他已經忍耐很久了 也忍耐得夠了 他如果再繼續忍下去 那還得了 一定要飄出一點點 讓你知道他已經緊繃啊 所以天蠍座生氣的時候 你是看得出來的唷 而且他也會忍不住跟比較要好的人 噼哩啪啦的說出來 聲音還不大不小剛剛好 所以你也聽得見 因為天蠍座會覺得我生氣 不能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所以我覺得個性白目的人 真的自己當心一點 星座江湖有點危險 天蠍一定很隨和 處女一定有潔癖 天蠍一定愛復仇 雙魚一定很浪漫 不好意思你一定誤會什麼了 十二星座隱藏真面目 來了 對啦很多天蠍座真的被長相給耽誤了 我們長相就是個惡人 我們看起來就是凶巴巴 我們看起來就是很有氣勢 或者是我們在看你的時候 你會覺得我們在震你 我們心裡在盤順著什麼壞念頭呢 很多人看到天蠍很自然的會先退避山色 其實我們天蠍是療癒性的 天蠍超級喜歡照顧人 而且他們喜歡照顧也病的人 所以如果你被天蠍好好的呵護著 那一定代表你已經病得很嚴重了 或者是你真的很可憐 那天蠍座呢 是真的沒有辦法放著可憐的人不管的 而且天蠍座真的很容易感動 我們的感動超級廉價 什麼鳥事小事我們都可以感動 只要我們想感動 一束花就可以卸下我們的心房 其實那可能是一束塑膠花 但我們並不在意 你在意著我 我就在意著你 而且你說我們善渡 我們會恨人 你錯了 那是我們在意這段感情 我們覺得被辜負了 我們才會開始渡開始恨喔 如果是普通朋友 那真的 你愛來就來 你愛走就走 我們真的很隨便 看起來很善良 其實在使壞 你眼前的12星座 有可能是哪種小人呢 一個手喜歡到處裝天真天青 天蠍卻喜歡到處裝狠角色 哎呀會裝狠角色 就表示你不夠真的很啦 你要嘛就直接弄嘛 一直料話算什麼 而且狠話料那麼多 了解你的人根本不怕你 你只是讓周邊看戲的人 以為你很厲害而已 你想嚇跑別人 骨子裡就是一種超膽小的表現 因為你很怕被別人發現 你很脆弱很容易受傷對不對 好啦 人生就是這麼為難 所以有些天蠍 不能裝狠 又保護不了自己 只好眼孤屁了 什麼都一人作業 因為他們唯一的痕境 已經在一開始 裝高冷的時候都用完了 行走江湖 會做事還要會做人 偏偏12星座各自有自己的盲點 得罪人了還不自知 我只能說天蠍座的同學 你們總是一針見血 往好處講 你們是人性觀察家 特別是別人的黑暗面 你是看得一清二楚 那往壞的地方想就是 你幹嘛說出來呢 沒辦法 誰叫天蠍真的天性討厭 那些品性不好的人 只要被天蠍認定貪婪啦 懶惰啦 笨啦 拍馬屁啦 因為他看得一清二楚 他就會忍不住想要告訴全天下 以及說出來 又或者有人得罪天蠍了 天蠍也沒有辦法裝作不知道 沒辦法做場面 不喜歡轉頭就走 他如果留下來 不知道會說出什麼話 天蠍這種愛恨分明的特性 實在使他很容易得罪人 請記得旁邊用兩條江繩把它拉住 好嗎 看起來很隨和 其實在控制 十二星座 誰是控制狂中的控制狂呢 說到天蠍座大家都覺得 我們本身就是控制狂 那你就錯了 我們有分小天蠍跟老天蠍療子 小天蠍的控制 比較不純熟 會表現在很驚慌很挫折上 因為驚慌挫折所以控制 然後又控制得非常不好 然後讓自己更驚慌更挫折 為什麼會驚慌挫折呢 他就會用很大聲的方式啊 或明明白白的方式啊 你不准出去 你不要跟他聯絡 可是對方如果還是繼續保持聯絡 他就會啊 段數真的很低 來來來來來來 歲月會帶給我們禮物 那就是當你成為一個老天蠍的時候 你也就是地下國王了 因為所有的天蠍都很希望成為別人的宗教領袖 你要搞清楚耶 宗教領袖有時候權力比國王還大啊 對不對 默默當中操控一切 甚至操控你的心 這就是天蠍想要的境界 所以囉 老天蠍因為歷練多了 對外他可就很會隱藏情緒了 所以看起來客氣很多 大方很多 表面風平浪靜 其實內心波濤洶湧 哪些星座平時靜悄悄 但其實爆發力十足 衝動起來跌破你眼鏡呢 天蠍座其實很多方面都被高估了 什麼陰塵啦 心機重啦 冷靜啦 不要看天蠍這樣喔 有時候看起來冷冰冰的 但其實他們衝動起來是會讓你嚇一跳 有時候衝動也不見得是生氣啦 有時候只是在大賣場一轉眼之間 他已經買了一台電視 一台冷氣跟三包冷凍視頻 有那麼一點購物狂的傾向 小到生活用品啦 大則是房子啦 家電啦 他都可以瞬間下手 另外 激象法也非常能夠刺激天蠍喔 如果你說天蠍做 你這件事應該做不到吧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會非常的想做給你看 我們這些會讀空氣的人 我們認定了你是怎樣就是怎樣 你騙不過我們的法眼 在團體當中求生存 千萬不能當小白喔 時不時蹦出一兩句白目的話 然後不懂得讀空氣 你真的會死得很難看 接下來我們就要談哪些星座 是有讀空氣的能力 來來來 趕快醒過來 因為你們如果不打開你們的潛能 空氣也是讀不到的唷 不要有我們天天都只會給人家看臉色 我們其實也很會看人家臉色的 主要是我們很重視人際關係 我不求有好朋友 但求沒有小人 我們很容易就 聞到空氣當中的不尋常 誰跟誰好像有點怪怪的 這一點我們觀察力很敏銳 只要我們願意定睛一看 通常不會逃過天蠍座的法眼 不要說天蠍座有時候搞不清楚狀況 但我們很搞得清楚別人的狀況喔 我們很清楚你怎麼可以講這句話 你這樣會得罪那個人耶 所以當天蠍座這樣貼心提醒你的時候 請你一定要聽 因為這真的是我們讀空氣讀來的唷 這麼會讀空氣的我們 這麼懶的我們 是不是讀到了什麼不對勁 然後就會藏在心裡呢 不會 因為天蠍座非常的有正義感 這就是最糟糕的地方 很多天蠍座會基於義憤 會基於看不下去 然後呢明知不可說還偏要說 而且用聲量大小剛剛好的聲音 就是要讓你知道我對你看不順眼 這就使你的讀空氣能力 一招就毀於一旦 所以所有的天蠍座還是要學會 怎麼樣紓解你的正義感 這一點可能比你會不會讀空氣還要重要 打不倒我的只會使我更強大 各位你的人生遇到危機了嗎 遇到低潮了嗎 當我們遇到覺得是絕境的時候 我們身上有什麼能力 可以使我們絕處逢生呢 再來就是天蠍座了 說真的我覺得天蠍是一個 蠻需要困境的星座 因為天蠍天生有小聰明 而且還蠻懂得判斷一些情勢 所以簡簡單單 他就能夠把事情做得還不錯了 不是嗎 所以如果人生都是順境 小聰明的天蠍往往做不了什麼大事業 可是這時候如果出現有人跟你挑釁 或者是製造了一個好大的危機 讓一個天蠍再也不能夠安心的躺下去 他反而就會奮起去克服那個困難 而這個困難也可能會成為他人生的一盪曙光 所以所有的天蠍座不要害怕絕處 因為絕處就是你終於逢生的開始了 那但是我也要對天蠍說 當你成功了以後 請記得一定要放下仇恨 因為那曾經是你的力量 可是在你成功之後 它就會成為你的絆腳石 也會使你無法再向上 所以記得要放下喔 在這個魔節很多心 而且勞動節快到的時節 我們來聊聊工作狂 對 有些人天生勞碌命 我們來跟你揭秘這些人熱愛勞動的原因 通常天蠍座會投入的工作一定是他覺得他在裡面找到價值了 所以也許比如說那是他的興趣啊 或者他覺得一定要做得很好 讓別人看得起自己啦 的這種心理動機使得他非常投入其中 而且天蠍座蠻特別的 因為是水象星座 所以feel很重要 比如說他的某一種工作狀態 非常討厭被打斷 他沉浸在裡面 他會非常的高效率 而且他可以開始無意識的處理 非常多事情都處理得非常好 那個狀態如果被打斷 比如說必須接一通電話 或必須要去應付某一個會議 再回來 他又要重新熱身了 所以他超級討厭他的狀態被打斷 那工作跟事業上天蠍是屬於不達目的 絕不終止 天蠍別的沒有耐性最夠了 所以一旦天蠍矛起來做某件事 你基本上不難想像他離成功是不遠的 又到了年底或年初的時候 這就是工作大班封的高峰期 除了老闆壞掉員工 也有員工壞掉老闆 本公司一個想離職的小編 就做了這一則專題 對 12星座有的人上班的時候都想離職 今天我們來講12星座離職前的表現 這些座其實是一個很容易被罪惡感綁架的星座 因為他很怕對不起別人 所以即使是他很不愛的工作 他也會盡心盡力 盡心盡力到你都覺得他是不是很熱愛這份工作 但其實不是 他就是覺得不想對不起任何人 也不能隨便提離職 因為他是一個忍耐度很高的星座 所以咯有很多人會認為 當天蠍忽然提出一個離職 你會覺得非常的想不到 那通常在這個時刻來臨之前 很多天蠍也沒有想到自己居然會提離職 那這一點很可能就是 壓垮駱駝的那一根稻草出現 譬如說他病了 喔!還病得滿嚴重 那他很可能也會開始警覺 原來我已經不快樂到這個程度了 這種壓垮駝駝的稻草出現的時候 就是他離職的時候 有幾個企業主呢 他們是在應徵人的時候 是有星座的選擇喔 有幾個星座特別受到企業的青睞 白羊座 天秤座 獅子座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我就見過強硬的這個天秤 一點都不圓融 沒有自信的獅子 別人說什麼就是什麼 保守派的白羊座 一直不敢突破 這很可能是這些星座的人 還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路 還沒有遇到能夠發光發熱的事業工作 所以咯我們就從星座的特性來看 每個人從自己的太陽來檢查 你能夠把一件事情做得非常深刻 你並不是走全面涉獵的路線 對固定星座的人來說 唯有興趣才能讓你深深的埋在裡面 而不會叫苦 固定星座 喜歡跟討厭非常的兩極化 不喜歡的事情 怎麼勉強你 都會做得很累 只要是你喜歡的事情 沒有人催錯你 你也要把你做得很累 你也會自己沉浸在其中 你可能過了好多年以後 發現這個固定星座 還在原來的職位上 很多固定星座 會在一個不死不活的位置 或不高不低的薪水 卡住很久 因此我常常覺得 這到底是好還是壞呢 再來固定星座 我一定要提醒你 除了生根 除了拿出你的專長 你還有一件事情是別人沒有的 那就是你要發揮個人的魅力 固定星座是非常有奇特魅力的一組 這個奇特魅力是只有你有別人沒有 同樣的話或同樣的影片 你來做就特別有味道 或人家就特別信賴你 這是壹種很奇特的天賦 比如說唐啟洋老師天仙 那固定星座的人 因為性格上比較自轉星球一點 所以我們的確很適合這種 可以獨立完成 發揮獨特魅力的行業種 只要你找到了足以自己的特色 你就不用去管前人的腳步如何 好好發揮你自己就對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啟洋 從這個月開始 我就會在Vogue頻道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裏分享很多 新作的小嘗試或摘新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